嗨 現在測試開分器的安裝 這是帶鎖的齁 這邊有多一支鑰匙 這個開分器呢 收到機台的時候 會放在機台裡面 在碼塔的正上方把它拿出來 會看到一個開分鎖 開分...開分盒跟一個開分鎖 然後呢 這一條 它總共有兩條線 它總共有兩條線 一個是大條的 一個是小條的 從機台的後方 伸進去 然後再把它拉出來 拉到這裡呢 小條的先插 小條的先插 在右手邊的這個 總共有兩排的 下方這一條 如果它裝顛倒的話 就是在 第二排的上方這一條 小條先插 慢慢插 齁 對齊 它有分左右兩邊齁 正面的話 這是有軌道的 看一下 這背面的話 是平面的 正面的話 把它插進去 插到底 按到底 按到底 接下來插大條這一條 大條一樣 是正面這邊滑進去 好 那我們用這一條 對整的話 這邊有個數字板 數字板 靠近外面的這一 這一個邊緣的 算第一個數字 接近裡面的 算 藍色面板的 算第四個數字 第一個面板的 正對面這一支針呢 不要插 插下面的這裡 插下面的這裡 一樣 正面滑進去 第一根要留著 第一根要留著 第一根留著 然後插進去 插下面那個 然後 插到底 第一根記得 不要插 然後插下面的這幾個就好了 那如果它 顛倒的是在右邊的話 它就是 一樣就是 第一根針 切齊外面的這一個針 不要插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就開機 黃色這個是洗分 黃色這個是洗分 綠色這個是壓分 這是開分 一次100分 或是 它每一台設定不一樣 分數不一樣 鑰匙轉換 這邊 再介紹一個功能 這個是1分 按了以後分數就移下來 我先把分數洗上去 假設這裡有50分 我把它洗上去好了 分數就移到上面來 好 然後這邊 下面這邊沒有分數了 我要移分下去 分數就下來了 分數就下來了 好 那把它關起來 然後如果你不要開分 不要按開分的話 就把它關起來 鑰匙拔出來 這樣客人 就沒辦法開分了 客人就沒辦法開分了 洗分也沒辦法了 但它一樣可以 它一樣可以移分 洗分 這分數一樣可以移上去 裡面的分數 一樣可以移下來 好 這就是你的開分器 幫你測試完成 那如果它要開分的話 你再把它插進去 轉鑰匙就可以再繼續開分了 好 我來轉一下 這樣就可以開分了 好 OK 然後不要的話就轉回來 然後 要洗分的話 轉到底 轉到底以後 黃色按鈕按下去 長按住的話就會 洗千位置跟百位數 OK 完成 測試完成 測試完成